下面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使走投无路 使某人某物陷入困境 我们大声读一遍就好了 Corner Corner 诶 总统说这不是名词角落吗 是的 没错 做动词叫使某人走投无路 使陷入困境 这也好理解 为什么呢 那你这个把一个人逼到墙角里边 不是使他走投无路 他就跟你拼命了吗 使走投无路 使陷入困境 我们在口语中就可以说 Don't corner me 我说你别逼我 要不然我可跟你 这个真动手了 咱们两个急了 别逼我 Don't corner me 使某人陷入困境 注意是急不动损 咱们下面再看一个谚语 看看怎么翻译 他这么说 Cornered beast will do something desperate Cornered就是陷入困境的 一个陷入困境的野兽 将会做一些亡命的不顾一切的事情 这个beast是野兽 desperate形容词 亡命的不顾一切的 他修饰不定 That's something 这个搭配放在一块 可怎么翻译呢 一个陷入绝境的野兽 会做一些拼命的事情 就是咱们说的狗急跳墙 或者咱们翻译成穷酷莫追 也行 你把这个人逼急了 他翻过来 跟你拼命了 就这么一个 使某人陷入困境 用动词corner 当然corner这个词当名词 表示角落也是重点词汇了 这个时候 我们在写作中 口语中注意 它的介词搭配 有这么几个常见介词 on the corner in the corner at the corner around the corner 都是重点用法 这个前三个比较简单 前三个一般表示位置 on the corner 表示在角落的上面 比如在桌子角上面 有一杯水 this a cup of water on the corner of the desk 在桌子角落上面 角落上面 有这一杯水 可以用它 in the corner 在角落里边 我在墙角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有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in the corner of the room 在房子的角落里边 角落里边 有一本书 这个at the corner 一般是在拐角之处 尤其表示什么路口 在路口拐角 这个地方 有这么一个东西 比如说 我在路口的地方 拐弯的地方 有一个公共许多站 there is a bus stop at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there is a bus stop at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在街角拐弯之处 可以用它 但是最后 这个around the corner 它本来的意思是表示 在角落附近 在角落旁边 附近这一块 但是它这个搭配 一般都表示时间 表示某个重大的日期 某个时刻就快来了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说 我的生日快到了 暗示 你们得买东西了 注意 我生日可快到了 怎么说呢 My birthday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我的生日 就在角落附近 一拐弯就看见了 就要某个日期快到了 我们跟老师 把这句大声来读一遍 One two 一起来 My birthday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再来一遍 My birthday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这个表示 我的生日就快到了 直接可以换别的词 比如说 春节快到了 Spring festival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圣诞就快到了 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这个搭配可以同时把它记住 好 这是corner 这个重点词汇 我们就学到这儿 我们就学到这儿